今天我们研究的是机车停放辅助轮 此创意的动机是因为近年来台湾骑机车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发现对于个子瘦小的人要移动机车很不容易 因此才想到发明机车停放辅助轮 这是我们第一代纯手动收折辅助轮 是用两根20mm铁杆再一个8mm楼杆对手在一起 铁杆一端焊接在辅助轮上 铁杆另外一端焊接于机车上 只需转动螺丝 接着达到收放的效果 但在我们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 还有收放方面有困难 于是我们将飞圈踏板机构结合在此 做出第二代半自动收折辅助轮 我们将飞圈踏板机构焊接在辅助轮上 由于飞圈踏板机构材此为铝无法与辅助轮焊接 从车身取下焊接于机车上 再一根楼杆将辅助轮固定上去 只需轻轻按压即可弹出 我们作品测试 1.操作简单 2.占用空间不大 3.停放机车方便省力 我们作品测试